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天中睡眠能够占到三分之一 也就是说 健康的标准是每天要睡够七到八个小时 如果中午有时间的话 还可以眯上十分钟到十五分钟 这样我们在保证睡眠的基础上 也为身体健康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从而让一些有害的病菌以及流感远离自己 并且一天下来 身心都会感觉非常的放松 对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帮助 身体健康的特征二 体重正常大家都知道 体重是自己全身的总重量 如果是在正常的范围内 那么你患病的概念 也要比肥胖的人群小一些 可还有一个地方往往被大家所忽略的 就是腹部 如果你体重是正常的 但腹部是一种腹部 那么也不要胡适 有的人说 怎么判断呢 看一下自己的腰围在不在正常的范围内 男性的腰围要不大于八十五厘米 女性的腰围则不要大于八十厘米 如果大于那么说明你内脏的脂肪很高 也容易成为诱发多种疾病的因素 相反 你的全身体重以及自己的腰围 都是在健康的范围内 那么也算是健康的基础 身体健康的特征三 保持有规律的运动锻炼 运动锻炼 不是讲究的一时新鲜 而是要长久的坚持 如果你有坚持运动锻炼的意志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要知道的是 运动是健康的基石 每天都进行不少于三十分钟的锻炼 当然大家也不要误会是走路 而是一些有氧运动 如游泳 跳绳 跑步等 这样才真正的能够锻炼我们的身体 让心肺功能大大提高 同时还可以提高机体免疫力 与健康中生的在一起 各位朋友 你有以上这几个特征吗 平时会做哪些养生的事 不妨在下方评论中留言 分享给我们的营养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